传越到修仙世界当反派 却被仙界女帝找上门来求负责 一旁的小女孩更是张口就喊爹爹 你最终无难接受这个现实 在数百年前 你以一己之力一同魔戒 暴打仙界 另六戒闻风丧淡 可因厌倦打打杀杀 最终选择巧合生息 隐世人界数百年 直到某天 仙界女帝李青阳竟找上门来 让你负责 一旁的小女孩更是张口就喊爹爹 你一脸茫然的看着这对母女 实在想不到他们是谁 李青阳看到你真的没有认出他来 脸上不禁 浮现恼怒和失望 忍不住娇生怒知道 你这个负心汉 他知道或许对于凡人来说 十点时间可能足以淡忘很多事 但对于你把他忘得一干二进了行为 他还是忍不住觉得失望 你被李青阳给骂懵了 自从你穿越到这个世界 连电影都没有谈过 怎么就成了负心汉 你觉得眼前女人一定是认错人的 但李青阳却很认真的看着你 她是你的女儿 你要对我和她负责 你一时间有些懵了 除了十年前那阴差阳错的一夜圈情外 你根本就没有碰过任何女人 想到这 你忽然明白了什么 只得李青阳惊讶问道 你是那一夜的仙子 李青阳见你终于想起来了 脸色微红地点了点头 十年前你正躺在床上熟睡 李青阳宛如流星 装破房顶 坠落到了屋内 她身边凤霞仙裙 一头银发搭配雪白的肌肤 以及那绝美的蛟龙 实在是美如画卷折仙 你是因为魔界至尊 纵使见过无数仙子魔女 却还是忍不住多看的李青阳两眼 从李青阳身上的仙群服侍来看 应该是仙界某一圣地的仙子 你第一反应是仙界派人来围剿你 可他们应该没这胆量才对 况且为了不被他能达到 你隐识错失做的是万无一失 就当你犹豫要如何处理李青阳时 他一双春水美魔也紧紧注视着你 此刻他只觉得浑身火热 随正仿佛有数不清的蚂蚁在游走 大脑也逐渐不受控制 窜息也开始加快 随后眼神语发迷离 刚想起身却软弱无力 以至于直接栽入了你的怀中 你被这情况给吓到了 是因为曾经魔戒至尊的你 很快就忍出了李青阳身上中的 乃是魔戒和何为名的浅魔阴毒 此毒无药可解 只要中了吃毒 就不能在有限时间内交换 便会毒发身亡 而李青阳显然已经是坚持到的极限 他也察觉到了无力在压制体内的阴毒 尤其是嗅到你身上雄厚的男子气息时 大脑更是直接挡机 最终他在心中所处的决定 要借你置身来解毒了 这也是没有的办法 就让便宜你这个凡人了 你的修为甚不可测 李青阳完全无法动穿你的气息 所以自然误以为你是一介凡人 这件他一甩手 几根红色线绳便绑住了你的手脚 当你躺在床上呈现一个大字 所有李青阳身上的凤霞仙裙褪去 一具诱人至极的玲珑身躯 一丝不挂地展现在你的身前 你这里懵了 这要怎么办 该不该反抗 这可是你七杀魔君宝贵的第一次啊 你叱咤六戒数百年 秉承着女人只会影响你拔剑速度的原则 所以从未与任何女子亲近过 突然被一个女人绑出手脚 除了有点小兴奋外 还有点小紧张 这可比打上仙戒时还要紧张 你若是想要反抗 即便李青阳是仙戒女帝 你也能分分钟挣脱开来 可这样一来 李青阳不就会独发身亡吗 所以你在心里告诉自己 就当做一回好事吧 很快 两人彼此交融在一起 一阵阵诱人的阴体也鸣声水智响起 一转眼便是三天过去 第四日的清晨 李青阳在缓缓睁开双眼 看着屋内四周一片狼藉 回想起这三日的疯狂行为 李青阳杀时间修红了脸庞 可所有神经又转为落寞 哀伤 看了熟悉中的你 李青阳眼中闪过一丝立色 她身为仙戒女帝 竟失身于一界凡人 这事绝对不能传出去 可由于片刻后 李青阳还是不忍心对你动手 你是被强迫的 更何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是她的救命恩人 最终李青阳穿上衣服 目光露晴地看着你 先反又别 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 随后消失在屋内 在她消失的那一刹那 你便睁开了双眼 其实你早就醒了 这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索性一直装睡 只不过是一场梦吗 这样也好 如此一来 她继续当她的先进女帝 你也继续过隐世生活 恶人忽不干脑 突然你想到了什么 身色一惊 糟了 忘记做病措施了 你在当时安慰自己 修仙人士可以用先例预防怀孕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担心什么就来什么 十年后的今天 她竟带着你的孩子 找上门来 也难怪你没有认出她来 李强身上的修为气息 比之前想必弱了很多 就连曾经亮丽的银发 也变成了黑发 所以你才没有第一时间认出她 但你实在想不明白 堂堂先切先字 以她的修为 怎么会跑来人界 找自己一个烦能负责 更何况先能诺铁的心不想怀孕 是可以防止手运先胎的 你有些担心置信的开口问道 她真是我的孩子 不过这一问 你就立马后悔了 果然李强在听到你去办话后 面色难堪到了极点 你若是不想负责 我的孩子离开就是 但你不要污怒我与孩子 所有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 你堂堂魔戒至尊 却不是那种抛弃器子的渣男 你一个剑步 嘴砍到了李强身边 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我可没说我不负责 李强还在气头上 恼怒地甩开了你的手 但又害怕伤到身为凡能的你 特意收了力度 不过即便收力 也足以挣脱你的手掌才是 但他却甩不开你的手 还不等李强诧异 他便捂着胸口咳了几声 一团鲜血出现在手掌上 你受伤了 李强刚想说点什么 突然眼前一黑 竟魂子过去 你连忙将李强带回屋内 并对着女儿都声说道 别担心 有爹爹在 你良心不会有事的 你手掌握着李强的脉搏 时隔百年之久 难得心中宅起杀意 李强的身体情况十分糟糕 静脉全身受损 鲜骨也被挖走了 就连心也没有了 现在全凭一颗假心 短暂维持生命 你心中十分自责 这十年来 他到底遭遇了什么 怎么会沦为至此 难怪会带着孩子来找自己 看来是走投无路了 你看着以前的眼神 愈发柔和 想要保下他的性命很简单 但修为想要恢复巅峰 可就难了 你突然看向一旁的女儿 想要开口叫他 却尴尬地发现 连女儿叫什么都不知道 别说女儿了 你连老婆叫什么也不知道 所以你只能开口说道 女儿过来 小女孩男生来心地叫了一声 爹爹干嘛 这声爹爹 把你的心都快融化了 你叫什么名字 小女孩弄弄回答 李弘夜 你将这名字记在心里 之后笑着对弘夜说 爷爷 可以告诉爹爹 你和娘亲之前 是怎么生活的吗 你想要知道 这十年来发生了什么 究竟是谁 敢挖走你老婆的先骨一心 弘夜以为 你只是好奇与娘亲的过往 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 从他出生董事后 大多时间就一直生活在一个壁厨里 娘亲说是要跟他玩捉迷藏 让他多好不要出生 之后娘亲回来 才会被娘亲从贵厨里抱出来 后来有一次他躲在贵厨好几天 娘亲都没有来找他 他实在太无聊了 就逗逗跑了出去 结果被人发现 然后他就被关到了一个漆黑的铁笼子里 那时候他可害怕了 只能听到有人骂他是贱种 后来娘亲才来找他 就一直跟娘亲东奔西跑 无论到哪里 身后都有好多人在追他们 甚至还打伤了娘亲 说到这里 红叶十分生气的肚子醉 听到这里你面色冰冷 原来仙剑如今这么强势吗 从红叶的话 你大概也能推测出一些情况 你尽量偷偷瞒着所有人生下的红叶 为了防止被发现 才让他藏在贵厨里 直到后来被发现 他不得不带着红叶出到仙剑 那个所谓的铁笼子 应该就是天牢 你此时此刻恨不得崇尚仙剑 将伤害他们母女的人给灭了 但可惜红叶并不知道那是哪里 只知道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宫殿 但漂亮的宫殿在仙剑到处都是 你突然在想 要不干脆把整个仙剑灭了 也不是不行啊 光凭仙剑人 骂你女儿是剑种 这一个理由就很充足了 你的杀意让红叶感到害怕 爹爹你好凶啊 一直到情绪有些失控 你立马收起身上的杀意 露出和蔼可亲的笑容 别怕 爷爷 爹爹一定会给你出气 好不好 那些坏蛋一个也跑不了的 你心中已经盘算从哪里开始 饮食数百年 看来是要出山一趟了 就到这时 躺在床上的李千昂苏醒过来 你领住他躺着休息 最后几时离开去熬药 等回来时 红叶已经在一旁睡着了 你端着药来到李千昂身边 李千昂看着你 声音虚弱且不好意思的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林北 你呢 娘子 听到娘子的称呼 李千昂的眼颊多了一抹红韵 你看到李千昂脸上的不自然 故作生气的说道 难道不是吗 你与我有了夫妻之时 现在还有了孩子 我就应该叫你娘子 你也可以叫我夫妻 李千昂被你说的无话反驳 反正他恐怕时日无多了 索性默认你的叫法 当几天娘子又如何 本帝 我叫李千昂 他下意识习惯性 想要自称本帝 但如今他已经不再是仙界的女帝了 而你也并没有打算坦白身份 先摸自果是死的 你不想因为这个身份 让李千昂误会 从这一刻开始 二人才算是真正的相识 看着李千昂虚弱的模样 你不敢相信 他曾是仙界女帝 端着药来到他的身边 娘子 喝药了 李千昂没有着急 张嘴喝药 他身上的伤自己最清楚 光凭凡人的山药 根本毫无用处 所以在李千昂看来 喝不喝都一样的 所以他要在临终前 将一切都托付给你 如果我不在了 这个孩子就拜托你了 你为了让李千昂尽快喝药 很敷衍地回答他 好好好 我知道了 你先喝药 李千昂的伤势虽重 但你七杀魔君 所配的药水 岂能是反物 李千昂对你回答的独子敷衍 感觉很是失望 正要继续开口说什么时 你却趁机将勺子塞进他的嘴中 忽然被强行喂药 李千昂正要生气 却突然察觉不对 他能感受到身体的伤势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恢复着 就连体验的经脉也在自行修复 李千昂不敢相信 这是烦能熬制的汤药 就算在仙界 他也从未喝过如此药力充盈的药汤 这是什么药 李千昂忍不住开口询问 你不想暴露身份 有些心虚的继续给李千昂喂药 并随便找了一个理由 这是我平时在山间顺手采摘的山药 李千昂半信半疑 一个普通的山林 怎么会有如此珍贵的药材 就大厂出来的 至少有好几种千年 乃至万年品级的咸药 但为了不浪费药效 李千昂暂时放弃的罪问 乖乖的张嘴喝下你未来的每一勺药汤 他也是第一次被人这样照顾 还是被一个烦能照顾 你也很享受这一刻的时光 平淡的隐居生活好像多了许多快乐 李千昂察觉到你的目光 有些疑惑的问道 怎么了吗 你之言不会的夸赞道 没事 就是觉得我娘子很迷人 你这一击直球打得李千昂措手不及 也不知道是药力的影响 还是因为害羞 此时他的脸颊 染上了一层红晕 乌利 诺子在以前 他一定会怒视对方 甚至出手加以惩戒 但此刻心中却有种说不出的异样感 娘子 能跟我说说发生了什么吗 你趁机开口问道 诺子能够从李千昂口中得知什么线索 你处理起来也就方便多了 然而李千昂突然神色暗蓝 只有这件事 拜托你 不要再问了 你知道的越少越好 否则 你会很危险的 李千昂并不想你掺口这件事 在他看来 就算你知道了又能如何 从你身上 他感受不到一丝凌厉 一个毫无虚伪的凡能 怎么可能与仙界势力对抗 不让你知道也算是变相保护你 你非常无奈 仙界神域十分宽广 真要找到欺负李千昂的人 谈何容易 不过这件事也不能就怎么算了 你决定要亲自上仙界一趟 喂完药后 你嘱咐李千昂好好休息 因为要立的原因 李千昂很快就嫌疏输税 你有些心疼地看着他 只是一次偶然交欢 却为你延续相护 你再不做点什么 就守不过去的 随后 你画出一道漆黑神红 直冲九霄 人界与仙界之间的屏照 在这一刻被瞬间击碎 此时在极东仙域的 肥生交界之地 负责看守仙门的守卫 正在谈笑风生 数百年前 骑杀魔军临北 率领魔界大军进攻火仙界 整个仙界联合对立 数十位先帝联手 都没将魔军拿下 仙界更是差点被那魔军给拆掉 那是时尚第三次邪魔大战 也是迄今为止 仙界受损最严重的一次 你们老哥我呀 有幸见过那一次邪魔大战 一位身材较为臃肿的侍卫长 对着其他几位侍卫 毁声毁色的强解 如今仙界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发生过动乱了 所以这些守门侍卫 每天工作人物也十分无聊 自然对这样的故事很感兴趣 其中有几位侍卫连忙追问 那魔军最后下场如何 这件胖侍卫一脸得意 据说那魔军在与数十位先帝交手后 便在不久后回到魔界 小和声匿迹了 估计是已经重伤 殓落了 魔界那边故意压着消息 不敢泄露 听着魔军殓落 众人只觉得十分解气 则尔又好奇的询问道 那弃杀魔军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然而就在胖侍卫正要开口回答时 飞升仙门却出现剧烈的波动 所有侍卫全都默瞪口呆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仙门如此剧烈动荡的时候 这意向似乎是有人在强行打通仙门 到底是谁这么大胆 所有侍卫严振以待 手中长枪纷纷对准了仙门 平和之后 仙门轰然爆炸 一道身影缓缓从破碎的仙门中走出 领头的胖侍卫长喝一声 何人 胆敢擅闯仙卷 胆敢在见到来人是你之后 胖侍卫整个人呆愣在原地 全身止不住的颤抖 而一众侍卫则胡思丹丹的注视着你 侍卫打人 你要不要上去 把他拿下 此时胖侍卫已经吓得口齿不清了 那那 话还没说完 一旁的侍卫便会议的指挥众人上前 侍卫张又定 拿下 一众侍卫向前冲去 你只是抬手一挥 一众侍卫还没发出任何声音 全部化为飞灰 你虽然现在不喜欢打打杀杀 但若是主动招惹你的 绝不会手下流经 下定了侍卫 瞬间呆愣住了 在场只剩下他与胖侍卫 直到这时 胖侍卫才开口继续说 那 哪里个大头鬼啊 他 就是青少魔君 你有些意外 过了一百多年 还有人认识自己 你露出一点和善的微笑 朝着胖侍卫询问 太久没来仙界的 请问天道地公在哪里 胖侍卫预巍的抬手指了一个方向 此时你脸上的微笑 玩偷死神 在想他招手一样 多谢 你很有礼貌的对着胖侍卫说道 随后 再次化作七夜的神红 朝着天道地公飞驰而去 而胖侍卫和另一侍卫 在你离开后 直接昏死过去 天道地公 乃是先见九大巅峰势力之一 你对着诺大无比的天道地公放声道 老东西 还没死 就滚出来见我 你开口说出的每一个字 都伴随着魔音波 扩散到整个天道地公 整个地公中的人 只觉得心神 食害有如炸裂一半 纷纷抱头 露出痛苦之色 而胸位较低的 甚至直接蹊跷流血 当场昏死过去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地公所有人吓了一跳 所以你面前出现一位 神披金色心袍 寄予宣扬的中年男子 此人正是如今的地公公主 天道长龙 在见到你的那一刻 天道长龙脸色十分凝重 你是魔界至尊 骑上魔君 白鱼年前 天道长龙曾暗中窥见过你一次 只是与百年前的魔君姿态相比 如今的你看起来面色和善 以至于天道长龙 一时半刻不敢确认 我是骑上魔君不错 但我是前任魔界至尊 现在已经隐退了 你觉得有必要 给人纠正一下身份 天道长龙的内心 早已被恐惧沾满 但身为公主 却不能有丝毫胆怯 骑上魔君 你擅装先见 只能当我们天道地公 好欺负不成 天道长龙的态度 让你十分不满 你的脸色从和善 逐渐转变成阴冷 天晴了 雨停了 你们天道地公 是觉得自己又醒了 看来上次的教训 还是不够彻底 天道长龙 毕竟没有参与百年前的大战 如今寄生先帝之列 也有了一丝底气 与你叫板 伴随着一声怒吼 一道恐怖的先帝气息 爆发而出 你无奈的叹了口气 所有抬手一掌拍下 一只百仗 硕大的漆黑魔掌 死也虚空 任兵天道长龙 如何抵挡 也无法撼动魔掌分毫 被魔掌压在身下的天道长龙 口中吐出一口鲜血 神则满是惊骇恐惧 这怎么可能 我可是寄生先帝的 为什么在七杀魔掌手中 却一招就败 你双手复利 朝着天道地宫深处 胆胆喊道 既吃不既打 老东西 你再不出来 我就让你天道地宫 一个不留 我数三生 一 幻音刚落 天道地宫深处 出现一道青色藏虹 身后还有输到 颜色各异的藏虹 紧紧相随 很快 你的面前便出现一位 千锋道骨的熬者 随心而来的 还有天道地宫 数位先帝级别的长老 所有闭关脑怪物 全部出动 这便是天道地宫的 全部实力 为首的便是 天道地宫的 真正掌权能 天道问天 看到这一幕 无数地宫弟子 都期盼着老祖 与数位长老 可以狠狠地教育你一番 难而事实却是 天道问天 缠媚的善笑 天道问天 见过七场魔君 我天道地宫 无异于魔君为敌 本来天道问天 是想躲着你的 那个天道长龙 这不知死活的东西 竟敢与你叫板 再不出来 整个天道地宫 怕是真的要没了 而地宫的一众弟子 都惊讶地看着天道问天 心中对老祖的信仰 顷刻坍塌 他们心中 那个威严的天道老祖 竟对魔界的恶人 讨好陪笑 天道问天 内心十分无奈 他切身经历了 百年前的闲魔大战 甚至整个天道地宫 都不可能是你的对手 看着天道长龙 还没死透 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地宫建筑被毁 大不了重建便是 可一尊先帝背面 那个就是根基底云受损 看到你没有震杀天道长龙 天道问天的态度 十分客气 老夫宣布 废掉天道长龙 地宫公主之位 将其打入禁地百年 来人 脱走 这个惩罚也算是为了救他 你向而不与 知道这个场面 是做给你看的 这次来找天道地宫是办事的 不是为了灭掉他们 所以你没有在意 天道长龙对你不敬这一事 天道问天 拱手客气的询问 不知道魔君打架光灵 是有何要事 此时他的心里 只想快点送走 你这位杀神 突然一股杀机 从你身上爆发而出 我要你与仙界 其他八大势力 在仙界找出有关 一个叫李青阳的女子信息 尤其是他所属的家族 势力背景 一切有关他的信息 全都要 明白了吗 仙界实在太大了 你还是决定 让仙界本地人代劳 老夫明白了 老夫立即通知其他先遇 为您寻找有关信息 如找到那个女人 是否要天道地宫 为您代劳处理 听到问题没想到 你再度现实 竟然只是为了打听一个女人 同时也在心里按骂 立将背后的势力 惹谁不好 惹到这个杀神 害得天道地宫 差点损失一位先帝 就算你不动手 他都想出手拍死对方了 你只需要将有关他的信息 告诉我就是 其他的就不饶你费心了 三日之后我会再来 到时候若是没有我想要的消息 天道地宫 就该消失了 留下这句话 你便在原地消失 天道问天丝毫不怀疑 三日后 如果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信息 天道地宫会在仙界出名 阴隐的实力 真的做得到 所有天道地宫弟子听命 即刻起放弃所有修行 前往各仙域 寻找一位 有关李清阳的情报 凡是心里的 都给我查 另外通知其他八大仙域 让他们协助搜寻 告诉他们 七杀魔君 回来了 这一夜仙界 注定是个不眠夜 此时李清阳在服下心尿后 感受到体内的伤势 几乎完全康复 虽然修为无法恢复 但起码没有性命之忧了 看着一旁熟悉的女儿红叶 李清眼神流露出恋爱 本来都准备好 与这孩子告别了 现在又能继续陪在他身边 这对于他来说 已经很满足了 只要等于女儿待在一起 仙界女帝不作也罢 此时李端着一锅 乐气腾腾的药粥走了进来 娘子 起来喝药了 李清看着窗外的太阳 还没有完全升起 忍不住开口问道 你专门一大早 假熬粥吗 你勺起一勺药粥 滴到李清嘴边 我去抓了一些鱼 来给你补补 听到你的回答 老是仙界女帝也有些动笼 在拒绝口中的药粥后 李清眼美眸忽然一亮 他发现这药粥里面 浓露了许多仙草 灵药 还有无比稀罕的银鞘鱼 这是能够疏通经络 以及治疗残留暗伤的大部之物 问题是这银鞘鱼 在仙界都很稀有 为什么在人界会有这等稀罕之物 李清眼联邦询问 而治疗粥的鱼 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只是李清眼对你的身份 十分怀疑 先前给他治疗的仙草 也是喜岸之物 如今又拿出银鞘鱼 一个普通人 怎么能拿出 如此多的珍惜之物 难道对此 你早就做好了准备 这鱼是在后山 一座湖泊爪的 两只要是喜欢钓鱼 下次带你一起去 你真神的模样 让李清眼一时间 抹不着头脑 虽然还是疑点重重 但他也不打算 揪着不放 待会再去后山 验证一番就吃 而你也确实没有说谎 后山湖泊 真的有很多银角银鱼 只不过都是你放养在里面的 那些仙草灵药 也是你自己种在后山 娘子 啊啊啊 李清眼张嘴一口 又一口地吃下 你头喂的药粥 恶人取此亲密 殊不知一帮的红叶 已经醒来 睁睁大眼睛 盯着你们二人 等李清眼发现后 立马变红耳赤 娇真的瞪了你一眼 都怪你 非要喂我吃 李清眼这万丈风情的一眼 让你当场认神 原来女人生气时 也能如此可爱啊 这药粥药性温和 对于正在长身体的红叶来说 也是大不知物 在吃了一口后 她立刻两眼放光 爹爹做的比良心好吃 听了孩子喜欢 你心里也很高兴 不知道为何 此时这一幕 比你去灭掉一尊先帝 还要有成就感 也不枉你这隐居百年 每天练习做饭 却成了一手好厨艺 李清通通通发现你一直不吃 心中忍不住在想 能接粮食好像很珍贵 您背是不是不舍得吃 看了一眼房间内 却是没有什么粮食储存 李清以为你是在委屈自己 将食物让给他们无虑 心中顿时大回感动 于是主动夺过你手中的药粥 绿薇羞红着脸 烧起药粥味到你的嘴边 我和红叶吃饱了 剩下的给你吃吧 曾经的仙界女帝 竟然主动喂食一个凡人 说出去可能没能回心吧 对李清来说 她给你生下的孩子 自然就是你的粮子 给你喂饭 也算是在情理之内吧 你感受着被人投喂的感觉 曾经也有手下给你喂饭 但却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感觉 这可比做魔君的时候 有意思多了 一家三后彼此互相喂食 激动隆动的度过了清晨的时光 男儿子时在魔界的一处宫殿内 幽暗的环境 让人感到十分压抑 数道声音 为主在一张收大的圆桌前 每一道声音的气息 皆是无比恐怖 魔君大人显示了 为何不回来魔界呢 我就知道 伟大的魔君大人 怎么可能会死 为什么魔君大人 现身心界不叫上我们 我早就看那些人不顺眼了 都给我安静 既然有了魔君大人的消息 就算是花第三只 也一定要给我把魔君大人找出来 魔界不能没有他 你与李清阳在吃完饭后 他提出想要出去走走的想法 既然决定把这里当家了 他有必要确保 这个地方足够隐蔽安全 身边也想去看看你所说的后山 为何会出现仙草淋鱼 你带李清阳朝着后山漫步而去 直接两棵三千大树 离在面前 以此为戒 大树后面的世界灵光闪烁 各种珍惜仙草灵药 琳琅满目 而在大树外的这一侧 则跟普通树林没有任何区别 炉子巨大的差异令李清阳十分惊讶 在跨入两棵大树的分界线后 李清阳能清晰地感受到 自己穿过了一个无形的结界 这里灵气隆域程度堪比仙界 李清阳在惊讶过后 心中也有了一个模糊的答案 这里应该是某位前辈 布下的巨灵结界 目的是以灵力晕压仙草灵药 能布下如此大范围的巨灵结界 修为避坦不俗 只是奇怪 为什么没有设下防御结界 这样一来 任何人兽都能自行出路 无怕给人做了嫁衣吗 李清阳百思不得其界 说不知的结界的主人 就在他的面前 你得意洋洋地向李清阳介绍 娘子 夫君没有骗你吧 给你熬要的药材 都在这一载的 李清阳此时 已经被这里琳琅满目的药材给吸引了 前年天雪凌芝 还有冰山千草 就连七彩琉璃花都有 李清阳走到一株光彩夺目的花朵前 满眼惊喜 此花七色蛟龙 长相眼里无比 七彩琉璃花有着洗精伐髓 奠定根基的效果 服用之后 可让日后修行一日千里 再也不会受限于平静而无法突破 这东西即便在仙界也很难寻觅 就算找到了也只是一朵花瓣 但这里却有完整的一朵 李清阳很想摘下七彩琉璃花 给红叶服用 但一想到这会冒犯到要远主人 就在他犹豫的这一刻 你身手直接摘下的七彩琉璃花 递到他的面前 娘子送你了 李清阳对着吓得花龙失色 你怎么能把这朵花摘下呢 就算你留有根部 可想重新生长 不知道还要多久 完了完了 李清阳此时脸色无比惊恐 而你则是从容淡定 见到你这副模样 李清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一个凡男不着这朵花的价值 也实属正常 李清只能责怪自己 没有及时注意到你的举动 最终叹了一口气 结果七彩琉璃花味道了红叶嘴里 事到如今已经无法挽回了 只能等那位前辈找来 自己才想办法赔罪吧 你自然不知道李清阳的内心所想 七彩琉璃花虽然珍贵 但你可不在乎 红叶在吃下七彩琉璃花后 全身浮现七彩耀眼的光芒 随后一股神光摸弄体内 这次初步要效 需要等他修炼师才能开始逐步发挥 然后红叶就吐了吐舌头 爹爹 良心 这个不好吃 李清有些哭笑不得 这可是一朵七彩琉璃花啊 仙界多少人求职不得 果然孩子真的太纯真了 您崇利了搂了搂红叶的小脑袋 爹爹给您找好吃的 所以拿出一串类似葡萄的鲜果 李清阳一眼愣出此物 这是水晶葡萄 这在仙界所谓常见的日常点心 但也只有名门大派才能消费得起 那在这结界中却是种植了一大片 李清阳本来想支持你 毕竟已经拿了七彩琉璃花 再拿其他鲜草或者铃果 怎么看都不合适 可再看到女儿吃得这么开心 他盗嘴的话也不好说出 于是李清阳只能自我安慰 这么多水晶葡萄 那位前辈应该不会计较吃掉的这一点吧 突然李清阳看到你也准备吃一颗水晶葡萄 连忙抓住你的手 你不能吃 水晶葡萄蕴含凝利虽然不多 但对你这毫无虚伪的烦能来说 也是足够知名的 你一脸疑惑 为什么不能吃 不过很快就想到了 此时自己在李清阳眼中 可是一个烦能啊 为了不暴露身份 你整装做不知的问道 娘子 为什么我不能吃 李清阳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给你解释 只能听出你 这里的很多东西都不能直接吃 你要答应我 以后不要随便吃这里的东西 见李清阳神色郑重的模样 你心中还是很高兴的 好 一两子的话 很快 每便带着李清阳来到一处湖泊前 李清阳走到湖泊旁 就能感受到一股极为纯净的灵力 仔细看才发现 这整个湖泊竟然都是灵液组成 李清阳非常震惊 如此多的灵液 难怪能养出银翘鱼 只是这也太浪费了吧 要做如此灵液 对寻常修士来说 哪怕只是一口 都能增长虚伪不少 最让李清阳不能接受的是 在湖泊旁的不远处 有一片稻田 李清阳能看出 这是凡能使用的稻米 但却有淡淡灵气散发而出 很显然有人用灵液 浇灌种植的稻田 李清阳一脸无奈地看着你 这是你种的吗 你一点得意地说道 娘子 夫君种的是不是很好 你为了享受口服之余 特地种了不少农作物 看到你一脸得意 等着夸赞的样子 李清阳脸颊有些愁畜 用灵液浇灌道天 李清不断平复内心 反复劝告自己 他只是一切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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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怪他 自从逃出新界后 李清的神经就时刻紧绷着 担心那些人会追到冷气来 李清在你身上感受不到 半点灵力波动 所以理所当然的 认为你就是凡能 然而他没有因为这些 而瞧不起你 在看到灵云女儿红叶 嘻嘻打闹的画面 李清阳紧闷的神经 终于是稍微放松下来 你也注意到李清阳在看着自己 望着李清阳那绝美的容颜 你心中心有骨 难以言喻的悸动 以前还是魔界至尊的时候 你见过无数仙子母女 但却从未产生过这种感觉 难道是因为她是你第一个女人 你好不客气的抖住了李清阳 被你突然一楼 李清阳焦躯轻颤 身子绷得很紧 除此之外并没有任何抵触 吃到毒精 孩子都有了 恶人应该也算是真正的夫妻了 夫妻之间的拥抱应该算是很正常的举动吧 你感受到李清阳身体紧绷得跟木头一样 将脸凑到她的耳边 小声地说道 娘子放轻松 回复不会吃掉你的 你说话时吐出了乐器 以及这番带有挑逗依偎的言语 让李清阳瞬间脸红耳赤 转头娇春地瞪了你一眼 我 我怎么又紧张 面对李清阳的娇春怒势 你不以为难 反而觉得她生气的样子很可爱 就在两人督处的时候 红叶却看到了一只从未见过的蝴蝶 好奇心驱使她朝着蝴蝶追去 不知不觉就跑到了边缘地带 这里四周空空荡荡的 树林茂密寂静无声 红叶感觉有些害怕 正打算赶回去找爹爹和娘亲时 一道巨大的身影出现在红叶的面前 这是一只体型硕大 全身泥片宛如利润树起的正灵巨龙 漆黑的树桶紧紧盯着红叶 眼中充满了精细和贪婪 你是人类 好久没有尝过冷泪的味道了 红叶吓得浑身颤抖 忍不住放声大哭 娘娘快救救我 这一声哭暗声 将你与李星阳从亲密的状态纳为现实 李星阳环顾四周 没有发现红叶 立即闪身朝着声音来源飞驰 此时他满脸慌张 幸好在巨龙张开血盆大口 朝着红叶咬去时 一箭挥出 你也处 你找死 李星阳挡在红叶身前 叫点冰寒凝霜望着身前的巨龙 被划破脸旁的巨龙鲜血直流 吃痛了他 愤怒大哄 该死的人类 你竟然划伤活着脸 在这山林除了那位大人之外 还没能敢对我这么做 说吧 巨龙身上精光绽放 惊人的凌力威压从体内喷涌而出 感受到巨龙的能量 李星阳的脸色多了一分凝重 天神静的玄灵巨龙 这已经是属于阳王级别的妖兽了 在人间 可以算是实力巅峰的存在 李星阳有些懊悔 在山林有如此多的鲜果仙药 自然会有妖兽 寻的气息被吸引而来 但他却没有做任何防备 此时李星阳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就是因为他的疏忽大意 才差点害得孩子有危险 若是哥在以前 李星一见 变得斩了玄灵巨龙 但如今他虚伪大跌 实力仅有天能镜 虽说无法击杀巨龙 但想办法带着红叶逃走 应该可以做到 就在李星阳思作者如何行动时 却发现 林也改变了现场 如果只是带着红叶逃离 他有把握可以全身而退 可若是再加上你的话 李星阳只有与巨龙正面对抗 李星阳一下子先怒了两难 可在一番思索过后 他还是对你嘱咐到 带着孩子先走 我来拖住他 你仿佛没有听到李星阳的话 伸手摸了摸红叶的头 也不哭了 有点凉在 不会有事的 所以你眼神思路的妄想了玄灵巨龙 在一人一龙四母相对后 玄灵巨龙身上气势瞬间消散 神情变得惊恐无比 没有丝毫犹犹豫 巨大的身躯瞬间朝到天上暴虐 此次巨龙的内心已经被恐惧斩据 是他 那孩子竟然是他的孩子 完了完了 李星阳一点茫然 刚刚还凶残无比的玄灵巨龙 怎么忽然就跑了 李星百思不得极解 看他惊恐的样子 难道是被自己的气势给吓到了 毕竟李星全胜十七的实力 可是先帝 其身上的气势自然不是寻常天然金和比 显然只有这个解释最合理 他完全没有想过巨龙是看到你才害怕 在确认巨龙彻底离去后 李强连忙抱紧了红叶 夜夜乖 良心仔 不要怕 孩子受到惊吓 自然也没有心情继续在外游玩了 况且这里很危险 有可能还会遇到其他药兽 娘子 你带孩子先回去 我爱得去清理一下果园附近的虫子 说完便转身走进了树林中 李星阳想要叫住你不要管什么果园了 但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你就已经消失在了树林中 此时三天上空 玄林巨龙拼尽全力的回动翅膀 他知道这片森林已经待不下去了 再不走 小命就要不饱了 然而一道声音在虚空中响起 你要去哪里呢 玄林巨龙只觉得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 如坠入冰窖一般还嫩 大了 我真不知道他是您的孩子 玄林巨龙请站着身前 庞大的身躯 鬼附在地上求饶 一面的微笑看着他 不是什么大事 下辈子 住一点就行了 直接你抬手 倾心一握 面前的空间瞬间崩塌 玄林巨龙庞大的身躯被挤压至扭曲 大了 玄林巨龙还想开口求饶 可下一秒 他那庞大的身躯 竟被压缩成一个手掌般大小的圆球 一面无表情地望着圆球 吓到我女儿 弄哭了他 那你这么死的 算是便宜你了 所有你对着虚空传言喊道 混沌牛魔 泰坦巨猿 吞天神猛 你们都给我立刻过来 没火 你的面前便出现了三只妖兽 三人脑袋低垂 额头冷汗直冒 完全不敢直视你的目光 大了 有何指教 曾经这片森林有的近百位要亡 可在你到来后 就只剩下四位 不对 现在就只剩下三位了 你能验扫过众人 我娘子与我女儿近日回来 但玄林巨龙不仅吓到我女儿 还要把他给吃了 所以我就把他给杀了 话音刚落 泰坦巨猿便举玄愤怒说道 玄林那家伙 真是罪该万死啊 混沌牛魔文言也连忙附和 就是就是 楼河浪暗先知道了 不需要打了您出手 我就先替您批的他 最后一位生姿 卢水蛇系妖女子 也是赶忙赞同 大人 您这么杀了他 已经算是便宜了他了 见到三只妖王 如此恭威 你自然知道他们在怕什么 所以你们好像都很赞同 我杀了他 三个妖王 一口同声地应道 当然了 直接里面的笑容 继续缓缓说道 那就好 那就好 但我现在很担心 你们也会吓了我女儿 所以我是不是应该 也把你们先给清理掉 里面的笑容 感受不到丝毫的杀意 但三个妖王此时 浑身颤抖 年万贵妇在地 大人劳命啊 为我们吃个胆子 也不敢冒犯您的家人啊 你摸着下巴 陷入了思考 此时的每一秒钟 对三只妖王来说 仿佛千年一般漫长 半场过后 你才对着三只妖王开口 记住你们说的话 管好各自的手下 但凡有一只妖 吓到我的女儿 你们就从这个世界消失吧 说吧 你的身形便消失在原地 然而即便你已经离去了 三只妖王还是跪在地上 不敢动弹 只要过了半个时辰 在确定你真的离开后 三只妖王在心有余计的 叹了口气 你又说什么 也不敢在这森林 解禁人类了 万一又是他的亲戚 那岂不是死得也太远了 在你赶回住所时 察觉到李强的气息 正朝着自己急迟而来 你连忙从半空中落落森林 改成慢悠悠的不行 没过一会 李强就出现在你的面前 神色近视担忧 太好了 终于找到你了 见到你暗难无恙 李强差点没哭出来 不过再看到你那一副 幽灾的样子 送回家 再几帮出来找你 结果倒好 你一点危机感都没有 李明智顾问 娘子这么担心回复吗 听到你这句话 本来还脸担忧之色的李强 瞬间小脸一红 娇声地瞪你一眼 我只是不想孩子 失去他的父亲 此时你们二人 近在咫尺 四目相对 只需要再往前一步 就可以接触在一起 李强没有想到 自己堂当的一家先进女帝 竟会让一个凡人 如此戏弄 李强想不明白 你一个凡人 是怎么在这身材脑林 生活这么久 同时他也在纳闷 为什么方圆五十里内 竟然没有任何妖兽 出现的痕迹 别说没有发现妖兽 就连一点儿妖兽的气息 都感应不到 况且在这深山里 还有个诺娜的线耀员 如此浓郁的灵力和妖箱 竟然没有引来任何妖兽 这明显不符合常理 李强想了许久 也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你就是魔界至尊 细杀魔君 只要有你在这 这边森林 就不可能出现妖兽 这李强索先不管了 在居住的木屋周围 用临时布阵形成结界 虽然虚伪跌落 但阻担天神镜以下的妖兽 应该不成问题 做到这些后 李强脸色突然变得有些微红 你在这山里是如何沐浴的 他可以不吃不喝上百年 但绝不能一天不洗澡 你听到李强想要沐浴 瞬间来了精神 那样子 在后山有一处温泉 温度特别合适 李强一愣 这后山怎么什么都有 先药园 淋浴堂 现在还有温泉 不过一听到温泉 李强还是两眼放光 脸上不经意流露出 羁绊的神色 而这个温泉 也是你特意打造出来的 你来隐居山林 是为了享受生活 自然该有的设施 都必须有 你急帮他的李强 娘子快走 你急去洗澡 你从来没有如此期待过一件事 男儿李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你 红着脸 抱着红叶 朝着后山走去 不可以跟来偷看 你失望地摇了摇头 犹豫着 要不要跟我去看看 可这岂不是变态行为 不过转念一想 丈夫看自己的妻子洗澡 就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吧 最后你神石笼罩了整片后山 你解释自己并不是想要偷看 而是想要暗中保护李青阳 但最终 你很不生气地流下了鼻血 堂堂击杀魔君 一连打上仙剑 都未曾流血 此时竟如此不堪 真是该死啊 李强在嘴时中 感觉到有人在窥视自己 但神石扫开后 却没有任何发现 他第一反应想到了你 但很快就自我摇头否定 在他看来 你是一个没有虚伪的凡人 怎么可能躲过他的神石扫荡 应该是最近精神太过紧绷 一直担心仙剑的人 会追到下检 而产生了错觉吧 等李青阳回到住所后 你脑海中不经意 又会想到刚刚看到的画面 鼻血再次不经流了出来 李青阳见状 面露担忧地开口询问 你怎么流鼻血了 生怕你之前外出 遇到魔兽受伤 故意瞒着他不说 你只觉得此刻十分窘迫 我一夫没事 只是有点上火 李青阳的确认你这么有时候 心里也忍不住嘀咕道 凡人真是脆弱啊 这次上火 就流了这么多血 此时已经到了睡觉的时间 你脱去上衣 弄出一副完美的剃婆 李青阳忍不住多看得两眼 同时也在纳闷 一个凡人怎么会拥有 炉子强壮的剃婆 难道是因为 使用了一些咬人的食材 天体咸草灵药 驱逐了他体内的杂质 加上这些年打猎生活 锻炼出这样的剃婆 好像就说得过去了 你看到神色带着李青阳 一脸坏小的开口说道 娘子 在看什么呢 李青阳弩梦粗信 想到自己竞盯着一个男人 看得露神 瞬间 就羞愧的小脸一红 你干嘛脱掉衣服啊 赶紧穿上 孩子还在呢 你露出一位深长的微笑 那孩子不在 就可以脱衣服是吗 李青阳顿时音呢 他没想到 李青阳如此嘴平 是因为仙剑女帝 从没有能敢跟他开这种玩笑 此时被你如此调侃 李青阳只觉得有羞用脑 但内心深处 好像并不讨厌这样 很快 李青阳一左一右 躺在了女儿红叶身边 自从剩下红叶 为了不让他被人发现 就连睡觉都要提心吊胆 掏出线接后 更是日夜奔袭 嘴上从未停下 如今终于能够放下防备 睡一个好觉 接下来生活 十分平淡 你每次带着红叶在神灵里游玩 七月时间 就为李青阳腻在一起 这种安详幸福的感觉 让李青阳脸上 也浮现出幸福满足的微笑 这是他曾经身为女帝时 都不曾有过的感觉 如果将来能够一直躲在这里 跟领域孩子 一起隐居一辈子 先见女帝 不做也罢 但事与愿违 在妖狱森林的外围 有四岛电影聚集在外 目光阴冷地 盯着一望无际的妖狱森林 其中一道轻薄人开口说道 脑鬼 你决定他们就躲在这里吗 直接另一位身中黑袍的老者 整理一笑 手中碰着一个 仰貌恐怖的骷髅说道 我的鬼物追魂之术 时日间谁能不知 只要让我取得一人身上魔物 我便可万一定未追踪 在得到老鬼肯定的答复后 另一个赤裸的上半身的壮汉 满年凝重 如果那女人来到这妖狱森林 倒有些麻烦了 这里的妖王众多 想要抓住她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有一个奴身打扮的男子 摸着下巴陷入沉思 壮汉看到这一幕后 竟发出了计讽 天下奴公的公主 难道是怕的不成 祖神听到这击笑 眉头紧皱 所有目光不善地妄想壮汉 哼 武神帝殿主都不怕 我天下奴家会怕 只见壮汉脸上讥讽这次更浓 这么说 苏公主是想跟我武狂比划一下吗 所有武狂身上爆发出强烈的气势 苏生也不甘适度地爆发出 丝毫不落于武狂的气息 够了 只见轻袍人站在两人中间 别忘了我们此行的目的 听到这句话后 武狂和苏生立刻收起了爆发出的气势 这次他们接到任务 重大名为李千阳和李红燕的牧女 不论死活 而情报人 老鬼 武狂 苏生四人 乃是连接顶尖宗门的宗族 也是连接修为最顶尖的死人 距离飞升仙界只差一步 而这次行动 就是仙界大教安排下来的 只要他们可以完成任务 就能直接飞升仙界 甚至加入仙界大教 再确认昔日仙界女帝 如今境界跌落 只是天能见虚伪 四人只觉得这任务实在太轻松了 很快刺得便来到妖玉森林的最深处 但越深入 他们心中的警惕越强 外围的妖玉森林 还能感知到各种魔兽 但是这内微深处 却没有半点魔兽的踪迹 妖玉森林深处 号称上百只妖王的领地 凡是进入者 皆是有声无私 可此时情况真的太过诡异 武狂算先开口道 老鬼 赶紧用你的傀儡 追踪一下具体位置 不叫老鬼 那丑陋的脸庞 挤出一点羞愧 老夫的鬼傀儡 只能感知到附近 具体位置了 就不得知了 听了老鬼这么说 苏承很是不屑地说道 就你这也配不于我们齐鸣 男的老鬼并没有反驳 而是一点陪笑 突然武狂身形消失在原地 在一块大树的树干 发现一块凝固的血渍 他对血渍极为敏感 哪怕是极为轻微的血腥味 也逃不过他的鼻子 在天使这块血渍后 这件武狂满脸兴奋 这就是仙姐女帝的鲜血吗 这味道真当我极可难了呀 众人露出一点嫌弃之色 但也正因为他 终于发现离枪的踪迹 最终四人决定分头行动 男的老鬼在与众人分开后 脸上惊露出了狡诈一笑 他老鬼亏类 自然能够追踪到具体位置 之所以不告诉他们三人 当然是为了独吞功劳了 若是独自一人拿下的一枪 先给上界那位大人 说不定就能得到额外的奖励 到时候说不定还能独享 飞升仙界 届时灭掉其他三大宗门 岂不是一路反掌 想到这 老鬼嘴角都快歪掉了 而在木屋的里 在老鬼他们四人出现在妖艺森林外围时 就已经感应到了 可没想到这四人竟然越来越近 知道你非常不爽 你此时最讨厌有人来打扰 李强羞慧跌落得太严重了 以至于老鬼突破了他设下的姐姐 竟然毫无感知 希特的仙界女帝 则是正在洗碗 看财 洗衣服 姐姐姐 仙界女帝 也会像妇人一样干这种杂活吗 李强心头一惊 那些人 还是嘴到这里了吗 为什么不愿放过自己 此时李强心中备份交加 老鬼伸出手掌 恐怖阴森的灵力从体内弥漫了出 李强神色阴冷 心中犹豫不决 如果指望他一人的话 他或许可以拼尽全力将老鬼斩杀 但在这里战斗的话 就怕会波及到你与孩子 结果你跟红叶竟然走到他的身边 看到老鬼的红叶特别害怕 老鬼见到红叶大气 上前那位大人 可是重点提到了要这个孩子 只是你的出现 那老鬼有些疑惑 情报中并没有提到你 不过才感应到你浑身上下 没有半点凝利 看那只是个低贱的凡人罢了 姐姐姐 心眼见女帝竟然与一个凡人结合 真是可笑至极啊 李强神奇一口气 做出最后的决定 我 跟你回去 只要你放了孩子和他 只是李强心中晚半不舍 但是却无可奈何 红叶已经红了眼眶 最厉害着 娘亲娘亲 你不要离开我 老鬼显然认为 生全在握 有些戏谑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姐姐姐 真是感难的母女之情 不过先子 你要跟老夫回去 孩子老夫也要带走 至于那个男的 老夫会给他一个痛快 李强文言怒不可遏 已经退步了 还不肯放过他 最后李强转头看着你 这里交给我 你带着孩子离开 答应我 不要让孩子受伤 我解决完这边 就会与你们回合 如果 等不到我 就不用再等我了 说吧 李强也不给你开口说话的机会 来到你面前 轻轻地 稳住了你的双唇 这是恶人第一次清醒状态下的结吻 你惊喜地等大家双眼 夫君 孩子 就拜托你了 红种分别 李强都群万丈地在你耳边 你难道 这也是他第一次主动 称红你夫君 在李强看来 这可能是最后一面了 随后李强一掌推出 你与红叶被一股进风 送出了好远好远 在落地后 你既高兴又无奈 摊开双手 笑成嘀咕 怎么整得跟生死离别一样 随后 你的眼神变了 如果倒鬼此时 还在你的面前 光是这一道眼神 只怕就能让他 神魂俱灭 为了给你争取淘宝的时间 李强招出仙剑 与老鬼对峙 直前此时 老鬼周身 鬼气环绕 四周的空气 都充满死气的味道 李强嘴角 突然躺出一次鲜血 老鬼周身的鬼气 显然侵入了李强体内 意识到这个情况后 李强周身 突然崩发出一股能量 四周的鬼气 被逼推出去 直前李强眼神 变得无比凝利 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让人 从他身边越过去 否则你和孩子就危险了 接接接接 不愧是仙剑女帝 中的老夫的鬼毒 还能撑到现在 您放心 等老夫杀了你 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你很不喜欢李强 老想着牺牲自己保护孩子 抱着怀里的红叶 你心中不断思考着 要如何才能不被李强 发现身份 而解决掉那些容易 看着怀里被吓哭的红叶 你连忙按抚道 你也不哭了 也得向你保证 你良心他 不会有事的 你楼声的MV也起到了作用 之前红叶停下了哭泣 一眼认真地问道 爹爹说的是真的吗 那我们快去找良心吧 可话音刚落 一道粗广的声音在一旁响起 你们想去找谁呢 武神殿叮嘱悟狂 从树林缓缓走出 他的目光主要集中在红叶的身上 就知道老鬼那家伙想独占功劳 幸好我留了个心眼跟着上来 悟狂兴奋地仰天大笑 只要谁能先抓到仙剑女帝 和她的孩子 就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 武狂仿佛看到了自己登灵仙剑的画面 于是能忍不懈地看向你 说道 小子 乖乖把那孩子交给我 我会给你留个全尸 红叶显然被武狂的出现 吓到了 虽然没有哭出来 但却死死地抓住你不放 你看出红叶的害怕 远近冷军的表情 怒出微笑 最后对着红叶楼声说道 叶叶 你闭上眼睛 堵住耳朵一伙好吗 弟弟给你变个魔法 红叶虽然满脸疑惑 但还是乖巧地闭上了双眼 只能的双手堵住了耳朵 你抚摸了一下红叶的脑袋 真乖 最后目光望向武狂时 神色瞬间转变得 冰冷无比 武狂浑身竟然感觉到一股寒意 心里产生了无边的恐惧 他都不记得有多久 没有过这种感觉的 还是被一个毫无虚伪的凡能给吓到了 武狂高傲的自尊心 不允许这样的心境出现 区区都已 也敢用这样的眼神看过 找死 只见武狂双腿攻须 眨眼睛便来到了你的身前 厚重的铁拳 携带着刚立炉刃的拳头 洗向了你的脑袋 可想象中的头颅炸裂的场面并没有发生 这十如破族的一拳 竟被一只纤细的手掌 轻而易举地接下 武狂深情呆滞 蔓延不可思议 这一拳足以开身裂地 可却被你这凡能一掌轻松挡下 一直到你绝对是隐藏实力的修行者 而且实力绝对不在他之下 武狂大清失色 你到底是谁 然后武狂惊讶地发现 此时自己竟然无法动弹 你眼中满是不屑和杀意 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淡淡说道 我不想让我女儿看到血腥的一幕 所以便宜你了 说吧 你抬手甩出一道黑烟 将武狂完全吞噬 武狂眨眼间全身笑容 就连神魂也不知道黑烟粉面 整个过程不过几秒的时间 一个人界巅峰强者就此消失 连灰都没有留下 当红叶松开双手 睁开眼睛 好奇地打烊四周 果然找不到武狂的身影了 爹爹 那个大坏蛋呢 你也是阿姨早已收回 取而代之的是一点笑意 爹爹收了灰魔法 把大坏蛋变没了 红叶文言顿时满眼崇拜 爹爹好厉害 你把红叶放下 身体蹲了下去 夜夜 爹爹会魔法的事情 不要告诉其他人好不好 你良心也不可以说哦 红叶小烈满是疑惑不解 你意识到不妙 联机一动 赶忙找了个借口 因为爹爹想和叶叶有个小秘密 小秘密是不能告诉别人的 红叶一听 也张疑惑顿时消失 转而露出了开心的小龙 夜夜知道了 夜夜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说 你啰啰啰红叶的脸蛋 我们家夜夜真乖 心中同时在想 还好小孩子好哄骗 所有你带红叶来到一棵树下 台周一挥并刻画出一座 顶级节节正法 夜夜你在这儿等一下爹爹 爹爹去帮你良心 把坏人打炮 很快就会回来的 红叶乖巧地点了点头 此时李江身负鬼毒 但能就拼尽全力 尝试斩杀老鬼 男儿鬼毒蔓延速度极快 李江身体感到愈发无力 事业也逐渐模糊不清 看到李江面色渐渐泛绿 完全没有之前的强盛骑士 老鬼知道这位昔日的仙剑女帝 已经对他没有任何威胁了 渐渐渐渐渐 看来仙剑女帝也不过如此 马上您就要被老夫鬼毒侵蚀全身 到时候身体便会溃烂 化龙 男儿即便身体再许多 李江能就握紧仙剑 一个剑步来到老鬼面前 抬手刺出 哪怕是同窥欲尽 李江都必须要将此人诛杀再次 老鬼也是头一次见到 鬼毒蔓延全身了 却还能爆发出如此威势的强者 看来这个风驴人 是想在死之前哪有垫背啊 随后 只见老鬼全身被鬼气包过 李江一剑劈下 却发现原地早已没有老鬼的身影 而那被劈开的鬼气 竟不断扩散蔓延 最终四面八方全是鬼气 李江感觉到老鬼就在这鬼气迷雾中 只见他双眼微眯 甚至外放 感知到一道尸印 从迷雾中快速一闪而过 李江大喜 找到了 然后下一秒 一只手掌竟从鬼气迷雾中探出 李江第一时间是察觉到了 但反应能力早已跟不上了 最终被这一掌派飞出去 接接接接 你上当了 老鬼从鬼气迷雾中走出 脸上带着争灵得意的笑容 只见此次老鬼身后 竟有时局被他电话改造的傀儡 这些李江感受到的人因 其实只是其中一只傀儡 李江捂着胸口 眼神死死地盯着老鬼 他的身体也快到极限了 弄不是先驱护佑 他早就被鬼气侵蚀 化弄而死了 只见李江神色流露出无奈 随后身上金色灵力疯狂涌动 只见李江一声娇和 落神 李江身后因浮现一尊 神匹金光仙甲的女子 女子手中仙剑高高举起 看似随意的一剑 却让老鬼心惊淡寒 这就是仙帝之位吗 老鬼临忙操控所有傀儡挡在身前 无边的鬼气也在前方形成一道护盾 男女子一剑落下 所有傀儡鬼气 剑数三岁 随她的金光吞噬了一剑 挥舞完这一剑 李江再也无力支撑 整个人称的剑 扮贵服在地 这一招式乃是贤敌之力 强行以天能镜的修复催动 李江的灵力已然枯竭 再也没有办法抵御鬼气的进食 但此时李江脸上 却露出一抹奇美的小龙 孩子和他应该安全了吧 那儿就在这时 一道令李江绝望的声音响起 真不愧是仙界之女 老夫茶店就要栽了 这些脑鬼气息萎靡 浑身失血地出现在李江的面前 李江见脑鬼没死 满年震惊 你怎么可能还活着 脑鬼抬手一挥 地上出现了一件 神光暗淡的铠甲 原来在感受到落神的气势后 脑鬼及时穿上这仙界之宝 仙残天价 可依旧被李江一剑毁掉 但他也替脑鬼承受了 绝大部分的伤害 正当李江准备拼死一搏时 更让他绝望的事情发生了 两刀不落为脑鬼的人印 就先在脑鬼身旁 其中轻薄人对着脑鬼开口说道 脑鬼 你这是想独占功劳 结果却被狠狠修理一顿是吗 面对来人的冷嘲乐风 脑鬼十分无奈 此时他的伤势根本拉不下李青阳 保不准还会被这两人抹杀 而李青阳在见到脑鬼还有伙伴后 心中彻底感到了绝望 轻薄人环顾四周后 发现只有李江一人时 赶忙询问脑鬼情况 上街大人安排的任务 是李青阳不管死活带回即可 而他的孩子一定要活的 在从脑鬼口中得知 是你一个凡人带着孩子逃跑后 轻薄人立刻开口说道 先解决掉这个女人 然后快点去追那孩子 最后轻薄人抬手一挥 零件出窍 直至李青阳的眉心射去 李青阳眼睁睁看着见光攜带 却只能指示着死亡降临 当见光即将触及他时 一道身皮黑袍的人站在他的身前 这件黑袍人伸手一点 轻薄人的零件竟当场碎裂 这一幕令在场众人 无不惊讶万分 世界第一剑仙的一剑 竟被你轻而易举的接下 轻薄人显然还没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双手接应 吹动全身灵力涌动 最后一柄灵力巨剑 在背后凌结 蓝额还没等他气势 达到最顶峰时 你抬手再向前一点 那巨大的零件 竟像卸得起的啤酒一样 轻薄人此时浑身颤抖 他终于意识到了你的强大 蓝一致心地开口询问 你到底是谁 你看着李香 许多疲惫的模样 心中十分心疼 拉住一枚凌厉盈盈的丹药 滴了过去 此单可解决你体内的轨迹 李香没有质疑 赶忙服下丹药 浑厚的药力滋伦全身 见到李香气色恢复不少 你才稍微松了口气 最后开想脑鬼三人 你抬手对着脑鬼一抓 只见他的身体竟开始扭曲 轻袍人打进 空间之地 脑鬼四肢开始扭曲反转 剧烈的疼痛 令脑鬼发出惨叫 前辈劳民啊 你们要丝毫停手 最终我权 脑鬼身体被彻底碾压 连同神魂一起被压碎 这一幕彻底吓到 轻袍人和苏正恶人 灵目光转向他们 与其森乐说道 你们触及了本尊的李宁 可想好 怎么死了吗 轻袍人以及苏正一脸盲蓝 彼此都不知道 怎么触及到你的李宁呢 而你也懒得与他们废话 手掌并拢化作手刀 朝着轻袍人回首斩去 无形的建议让轻袍人 大惊失色 连忙举剑挡在身前 拿着这个姿势持续了许久 直到苏正轻拍一下轻袍人 他才发现 轻袍人身体早已被一分为二 就连神魂也没能从体内逃出 一旦见先就此陨落 这一刻 苏正的恐惧 一时达到了极点 连忙掏出一张仙符丢出 这件仙符光芒绽放 苏正的身影在原地消失不见 此时他已在千里之外 但苏正人就不敢有所停留 继续化作一道流光 朝远方飞去 直觉告诉他 宰不逃 必死 你望着顿走的书胜 并没有理会 而是转身走到李清阳面前 伸手按在他的额头 在确认李清阳身体无碍后 你这才放下心来 不过如此轻力的举动 就让李清阳眉头紧皱 连忙身体往后一退 拱手道歉 多谢前辈 诸首相救 还想李清阳并没有能处理 他在心中猜测 此人绝对是最多森林 建立闲药园的那位前辈 他口中的逆泥 应该就是里面的闲药 老规的鬼气 和轻旁人的剑气 差点就毁了这片山头 所以前辈 早就出现杀了他们 你不知道李清阳在想什么 见他退后一步 还以为是吓到他了 与其变得更加温柔 你一体内的鬼气已除 伤势只需要调养几日即可 李清阳再次朝你拱手道歉 所有神经变得有些犹豫 但很快就变得坚定无比 前辈 我有一事 需要对你坦白 前前日子 我与夫君偶然发现了你的仙药园 其中才摘了不少仙药灵草 那朵珍贵的七彩琉璃花 也被我摘下 如果可以的话 我运用一些宝物作为不偿 前辈弄是要责罚怪罪 晚辈自当禁书接受 只是 爱情不要怪罪我夫君 他只是一个凡人 什么也不懂 李清阳此时 心中极为忐忑 在李清阳紧张不安的等待中 你随意扮了白手 无妨无妨 只要你们喜欢 那些仙草灵药 你们随便踩 你也发现李清阳似乎把你当成了仙药园的前辈 这样也好 省得你编造其他理由 光潜 那仙药园本来就是你建立的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倒也没有欺骗他 只是碍于前往两族对立 暂时不方便表明身份 你发现李清阳一直在关心自己 甚至还有一人承担责罚 知道你很是感动 而李清阳在听到能够随意采摘 且不需要任何交换 顿时惊讶的木讷口呆 心中忍不住在想 这前辈 叮当 灯门拜访 李没有继续回答 而是在原地 小时不见 李清阳也没有太在意 隐世高伦不想让人知道名号也很正常 虽说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但当秦豪的那一件差点将他斩杀时 他心中还是感到的不舍与不甘 此刻李清阳脑海中 不由自主地浮现出 你与孩子的身影 所以我心中便是一击 想到你与孩子还在逃亡中 李清阳连王朝着树林挤持而去 而你在离开李清阳后 并没有马上回到孩子身边 而是来到一处洞穴外 对着里面冷冷的传音 都给我滚出来 下一刻 三刀人鹰从洞穴内飞速闪出 吞天神望 额头冷汗直流 大人 您找我吗 三刀不是别人 正是这片三菱的三只妖王 望着你冰冷凝霜的面 三刀的身体嫩不出大颤 你看着众人 淡淡开口道 刚刚有人进了这片森林 打扰到我的情形 你们是真不知道 我留着你们是为了什么吗 三只妖王顿时欲哭无泪 心中委屈的想大哭一场 大人误会 我们以为来人是灵的人 之前玄灵巨龙 因为对你的女儿出手 所以你果断的将他斩杀 这一幕在三只妖王心中 淋你在目 一日三人学乖了 都在身中不出 以免误伤 结果放人过去了 也要被追责 你看他三只妖王 委屈爸爸的样子 顿时有些无奈 这片妖狱森林 原先一千多只妖王 被你处理的只剩了四只 前不久还灭了一只 如果现在全杀了 以后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动手 该怎么做吧 我要活的 他要是死了或者跑了 你们也不用回来了 等着我去找你们就行了 懂 三只妖王乖巧地点了点头 一口同声地喊道 懂 随后瞬间消失在原地 你着急回去到我女儿身边 所以抓坏人的任务 只能交给他们 危机解除后 你立马回到红叶身边 抱着他故意跟你亲昂碰面 红叶在见到狄亲昂后 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伸出稚嫩的手臂 娘亲抱抱 你健壮也有样学样 娘子我也要抱抱 看着你这没心没肺的样子 李将气不打一出 但旋转的那颗心 则可终于放下了 本以为会是感难的重逢 可李将却瞪了你一眼 我让你把孩子带走 你怎么又带着他回来 你有些尴尬地降在原地 又不能跟他解释 一切都结束了 只能乖乖认错 是 为父不对 不过娘子 要为父和孩子抛弃你 这怎么能做得到啊 红叶这时 也难生来气地说道 爷爷爷不要离开娘亲 李将心中微微一颤 这种心境在他成为女帝之后 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出现了 不过即便知道 你与孩子是在担心他 李将还是没好气地 等了你一眼 下次不许这样了 李将生气的原因 主要是不想自己 为两人争取的时间浪费了 他也舍不得离开他们 但他绝不能将你与孩子 置身于危险当中 要不是这次有高人出手 他们三人真的都要交代在这了 你有些敷衍的点了点头 知道了娘子 所以你不打算给 为父一个重逢的抱抱吗 对你那敷衍的语调 李将有些不满 但身体还是向前一步 将身体贴到了你的怀中 你顺时抱住李将的腰间 将要与他贴得更紧一些 随着脸颊紧贴在你的胸膛上 李将的脸上也浮现出了一抹羞红 头一自卑异性这样拥入怀中 你的胸怀竟让他意外感觉 十分的温暖和安心 不知不觉 李将紧绷了神经 彻底松懈下来 随之而然的闭上了双眸 淋漓的透支的他 再也撑不住了 而红叶也不知何时 在李将的怀中 安心地睡着了 望着熟睡的母女恶人 你宠灵一笑 有些性能地抱起了母女俩 一个闪身 便来到了住所 将母女恶人 轻轻放置在床上 所有大招一挥 周围的灵力 竟以露言可见的速度 朝里向恶人汇聚 所有人守在他们一旁 不知道过得多久 虚空中出现一道声音 大人 你要的人 我们抓回来了 得到消息 你的神色瞬间冰冷 看了一眼熟睡的母女后 再次消失在原地 此时书生被紧紧地 魂绑在一根石柱上 口中被塞着木棍 此刻的他 那还有亡日风怒偏偏的 怒生之气 衣衫男绿 鼻心连重 简直是狼狈至极 混沌牛膜 在书生身前 沙包大的铁拳 实际砸在书生身上 快说 是谁指使你过来的 干 这家伙嘴真硬啊 之前他胆剧员 突然了解袖子 山开 让我来 急拳下去 书生已是口吐鲜血 拼命地发出呜呜呜的声音 此刻的他 最后被抓到这个山洞 他想要开口求劳 把知道的都告诉他们 但嘴巴被木棍堵住啊 而且恶话不是说上来 就是言行逼拱 他只顾着喊疼了 哪有机会开口说话 一旁的吞天神盟一言不发 但眼神却像看白痴一样 看着混沌牛膜和泰坦巨猿 他也不知道这两恶货 是真的没发现 苏生嘴巴被堵住了 还是故意为之 之所以不开口提醒 主要还是为了出口气 就是因为这些该死的人类到来 差点小命不报 这不多打一顿 哪能出了这口恶技 又过了一会儿 混沌牛膜摸拳插藏 到安了到安了 吞天神盟连忙出言质子 够了 你们再打下去 他死了 我们也得死 我已经通知大人过来了 混沌牛膜和泰坦巨猿文言 顿时吓得一哆嗦 反而关心苏生伤得怎样 开了气息 欲发微弱 混沌牛膜更是大哄一声 你现在不能死 否则我弄死你 所以我啪啪的两个大逼斗 又散在苏生的脸上 将延延一息的他 又给删行了 苏生顶着灭梦全非的脸 简单地点了点头 心中也在猜测 三位妖王口中的大人 到底是何人 要知道是三只妖王 与他同为天神性巅峰 已经是世间顶尖斩力了 到底是谁能够驱使 这几位强大的妖王 苏生第一想到的 就是那一击秒杀老鬼 和轻薄人的神秘黑袍老者 如果是他 那一切也就解释得通了 他的实力 足以让三只妖王 扶手称臣 恰好这时 你缓缓走进洞穴 你没有可以隐藏身份 见你到来 三只妖王 连忙跪地 扶手扣剑 见过大人 你看到延延一息的苏生 不由得走进眉头 他怎么一副快死的样子 你们对他动了私刑 三只妖王 连忙疯狂摇头 没有 没有 大人 是这家伙被抓的时候 拼死反抗 我们为了自暴 只能用力一些 苏生听到这些话 虚弱的身体 竟不是从哪来的力气 拼命地发出怒吼 当你来到他的身前 他才安静下来 你拿掉他口中 塞住了木棍 说吧 是谁让你们来的 苏生好不容易可以说话了 连忙语气恭敬地说道 前辈 晚辈叫苏生 乃是当今天下奴公公主 我无意冒犯大人你 还希望大人呢 话还没说完 你抬手抓住苏生一只手臂 瞬间正要手臂崩碎 我在问你 谁派你来的 听不懂人话吗 失去一臂的苏生 发出了惨绝人环的爱好 一帮他三只妖王 瑟瑟发抖 他们下手 比起你还是太勤了 你再次喊声问道 我再问一次 是谁派你们来的 苏生咬着牙大声回道 是赏结的某位大人 他隐藏身份 我从没有见过他 只是听说 只要抓住李青药母女 就可以让我们非生先见 我知道了 就这么多了 你能不能继续问道 你们如何 联系男人 苏生摇的摇头 我们没法联系男人 都是他来找我们的 你有些头疼 看来这条线索也没什么用了 不过你对苏生开口 说说你们的耐力吧 苏生不敢有丝毫隐瞒 她是天下奴公公主 金毛伦是清剑宗宗主 鲁剑 吴狂是五神殿殿主 老鬼是人窥贵窟窟窟主 我们四人所在宗门 都是当今世上顶尖的一流宗门 找大人您放过我 天下奴公 又为您所用 你轻轻一笑 我说过了 你们触碰了我的逆宁 敢对我老婆孩子下手 我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放过你们任何一人 乃至你们所在的宗门 花眼刚落 你的脚下出现一片阴影 照眼间便蔓延到苏生的脚下 仔细一看 这竟是一大群暗金色的虫子 回去的阴影 这间他们攀爬到苏生的身体 没活功夫 苏生整个人就完全被虫子淹没 哀嚷声很快就消失了 待虫子退去后 柱子上什么都没剩下 在啃食完苏生后 这些虫子竟准备涌向 一旁瑟瑟发抖的混沌魔王三能 这让他们吓得抱在一起呐喊道 大人 您的小东西爬过来了 你找了教授 这些虫子全部掉头 回到你的脚下 重新钻进你的影子中 这些虫子乃是磨叶的狮灵虫 能够啃食一切东西 甚至可以通过不断啃食 而提升修为 因为吃过先帝的仙孩 如今每一只狮灵虫的修为 挤在混沌魔牛三能之上 你就会想通过狮灵虫 吓唬吓唬他们 好让他们更听话一点 我有事情交给你们 囤天神猫 连蛮带头说道 大人 有事尽管吩咐 我等愿为大人效劳 混沌牛魔和泰弹剧员 也跟着附和道 你很满意他们三能的表现 抬起手掌对准他们 手中散发出漆黑的灵力 包裹着他们全身 下一秒 一股磅礴浩瀚的灵力 忽然强行涌入他们的全身上下 恐怖的灵力 在不断地注入他们的颈落 停留百余年的境界平静 在这一刻竟被冲破开 哦哦 大人 大人 满了 满了 不能再注入了 这种即将被撑爆的感觉 让他们十分惶恐 力不禁皱着眉头 你们总是想突破 就乖乖给我忍下来 婚言 三是摇手联盟闭嘴 这可是前年难得一遇的机缘 随着三生仰天宣戒的怒哄传出 他们全都成功突破到了仙人境 没有雷结 没有异象 你担心打雷朝鲜欺女 所以并用大神通施展结界 护住洞穴 隔绝了世间一切规则 此刻混沌牛魔只觉得 浑身充实了磅礴的力量 他感觉世间已无敌一手 是不是感觉自己无敌了 你死小非焦地看着他 是啊 混沌牛魔下意识地回道 可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不不不 安娜逼得上大人啊 那怕突破了仙人境 他也觉得在你手上活不过百秒 你们要多说什么 他一瞅一挥 三名仙气插在他们三人面前 一柄赤色战斧 一双都保持斑璀璨的拳套 以及一柄弯曲如蛇的蛇剑 望着眼前的仙气 混沌牛魔三人全都弄住了 脸上写上了想要二字 你单单说到 我要交给你们的事 就是在我不在期间 你们要负责我两字与孩子的安全 你们虚位太低了 所以我助你们突破 三名仙气也赠予你们 混沌牛魔三人一点难以置信 在战斤过后 赶忙宣誓的效忠 多谢大人赠予 所有混沌牛魔派的全部保证 冲进以后 大人您的妇人孩子 就是俺的妇人孩子 此话一出 你双眼微眯 看向混沌牛魔 嗯 感觉自己好像说说话的混沌牛魔 迷茫解释道 不对不对 俺的意识是 俺会将大人您的妇人孩子 看出俺自己的妇人孩子 你免得微笑 坐向混沌牛魔身前 所有碰的一声 他的半个身子 都倒挞在地面之上 虽然你知道这蠢牛想表达什么 但还是忍不住要给他一拳 不久后 你便初现在轮回鬼哭上空 看着这座建立在敲壁之上的 顶尖走门 你男男自语 就从这里开始吧 你做事很有原则 对你的能出售 那你也绝不会手下留情 敢出售伤了你老婆 又试图对你孩子突磨不轨 这世间的四大纵门 可以消失了 虽然这件事 也可以交给混沌牛魔他们去做 但你觉得效率难免太低了 所以你还是绝对亲自动手 你抬起手臂 掌心之上 瞬间出现一团小火苗 小火苗不断膨胀 转眼间 一颗直径约束时症的巨大火球 出现在你的手中 整个能归鬼哭的温度 抖烂急速上升 一众修士纷纷抬头 天亮呢 我记得我才刚蜜眼啊 而能归鬼哭的长老们察觉不对 他们能感受到这所谓的太阳 其中隐含的恐怖能量 罩砸下来 作为毁灭整个能归鬼哭 其中一位长老保全说道 前辈 有话好说 可否收起先发 前辈 不知道我能归鬼哭在哪里得罪了 还望前辈海涵 待我老祖归来 必定亲自向前辈问罪 你不屑地撇了眼中了 你们老祖不会回来了 而你们能归鬼哭从今日起 就要从这世上消失了 温言 能归鬼哭的几位长老 沉情不已 再意识到老祖已经被杀 他们同时施展本命法宝 攻向你 你不屑一顾 人里没有任何动作 只见火球分化出数条火龙 机会长老仅毫无还手之力 全部被火龙吞噬殆尽 能归鬼哭底下的一种弟子 全部呆住 反应过来想要逃离 你却将火球轻轻丢下 刷大的火球 遮蔽了整个能归鬼哭 根本无处可逃 当火球砸下去后 能归鬼哭的一切瞬间笑容 地面上 只剩下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坑 同一时间 东周天下奴工被万道掀雷 以为平地 中周的金剑峰被一剑掩面 剑纵遗址 只剩下一道 掩面百丈的剑鹤 南周的五神殿也没有例外 被一座威尔无边的巨山 完全压下 整个五神殿 被一座高山所取代 一夜之间 事件四大宗门 尽数覆灭 三道神魂化身 从各地飞回你的身边 重新拢入你的里内 也就在这时 夜幕下 数十道仙雷毫无征兆 披在你的身上 每一道仙雷 都有着足以生死 虚空的天威 这是人界规则的约束惩罚 也可以说是天道的制衡 在人界中 修为实力最多 只能到达现能经巅峰 哪怕是六界其他人进入人界 也不得不主动压制修为 一旦施展超过 现能经巅峰之上的实力 天道就会降下仙雷 降级灭杀 但凡事都有例外 只要修为超过天道神威 那这条规则制衡 也就毫无作用 就不如你来说 面对数十道仙雷落下 你感慨天道又再给你按摩呢 在解决弯斯达宗门后 你抬头望向天际之上 再一次化作一道神红 重入云霄 时间差不多了 又该回趟仙劫看看了 仙劫天道地宫 自从你随手拍下一掌 回了小半个天道地宫后 这几日他们的弟子 除了给你收集情报外 就是能忙着重建天道地宫 传闻魔尊还会再来 所以此时天道地宫 可会是人心惶惶 你大摇大摆地 朝着天道地宫的主殿走去 仿佛这是你家一样 有了上次的经历 四周的天道地宫弟子 一见到你就神色骤变 负责看守主殿的守卫 见到你后 更是吓得点滚带爬的通报 老祖宗 老祖宗 魔尊他又来了 花音刚落 天道问天和一种长道 连忙闪声飞出 站在门口供应 供应魔尊 你党的浪费时间 屁话少说 直接说结果 魔尊 我等先与其他势力 对整个仙界进行调查 那李青昂乃是北明神域的 一个名为 洛神殿的势力之女 但是仙界内并没有传出 任何有关他的消息 早在百余年前 他就离开了洛神殿 不知去向 就算是洛神殿 也没有任何他的消息 说完 天道问天打量着你的神色变化 生怕你对他的调查结果不满意 可他们真的几乎翻遍了整个仙界 也就只能得到这点有用的情报了 你摸着下巴陷入的思考 你的确对天道问天的结果 不是很满意 但也没有围然他们 你知道他们一定尽全力调查了 说明真的就只有这点情报 所以你摆了摆手 好吧 辛苦你们了 天道问天等人竟然要离开 心想终于把你这位杀神送走了 眼上简直的开了花 能为魔尊分忧 我等乐意之急 是吗 难得有心 那本尊下次有事还找你 你面带微笑地对着天道问天说道 你自然知道 这是天道问天的场面话 对方巴不得你不要再来 可越是这样 你又要找机会多来几次 过来 天道问天此时脸庞微微愁畜 仿佛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恨不得给自己两耳光 而一种长老又是哭丧着脸 心里纷纷在想 老祖宗啊 你说你干嘛要多说那一句话呢 魔尊都当真了 你没有急剧停留 眨眼见边来到美名仙玉的洛神殿 此时洛神殿内也是惶恐不安 人能自危 甚至有人已经逃出了洛神殿 曾经这几次仙界忽然传闻 魔尊重返仙界 殿明要找一个名为李清阳的女子 而李清阳正是他们洛神殿的人 众人都以为是李清阳得罪的魔尊 所以魔尊特意要来寻仇 一致一下的死散奔逃 仅是奈岸 你看了一下洛神殿的规模 正式在仙界也就一个三有仙门 这样的宗门能处理 将这样一位先帝也是主事难得 可惜却不懂得珍惜 你在纠结又不要直接灭了 可这毕竟是老婆的娘家 要是真这么做了 就是灭了老婆他一整个家族 最终你还是决定试探一下 你难道一间书房内 站在一位面色沉稳的中年男子身后 子大正捧着一本书籍乐的 突然随着房间的灯火摇曳 你昨天瞳孔猛缩 他察觉到背后站着一个人 身为先尊的他竟然毫无察觉 他也猜出来了人的身份 连忙转身 恭敬行礼 魔尊大人深夜拜访 真乃是我洛神殿的荣幸 你洛天没有半点反抗的气势 甚至也没有叫人的打算 他清楚与你之间的差距 就算搭上整个洛神殿 也没有半点反抗的能力 见你不说话 你洛天再次开口 魔尊大人可是来灭我洛神殿的 你能能的注视着李洛天 这取决于你之后的回答 这话也变相说明事情 开口请罪 不知道家中小女 哪里得罪了魔尊大人 我洛神殿愿尽全力 赔偿魔尊大人 他没有得罪我 而是你闷得罪了我 李洛天眉头紧皱 想把脑袋也不明白 洛神殿哪里得罪了魔尊 他可以确定 跟你是第一次见面 于是李洛天再次行礼 请魔尊大人明示 你双手还凶 本尊问你 是你派人最杀李青阳吗 这个问题让李洛天更加疑惑了 魔尊大人是在开玩笑吗 青阳是我的女儿 我为什么要派人杀他 这次轮到你疑惑了 不是李洛天指示的 你魔光死死盯着李洛天 见他气息沉稳 目录疑惑 似乎不像是在说谎的样子 这次李洛天继续开口 虽然不知道魔尊大人 为何要找小女 但他早上一百多年前 就被一方势力看中给带走了 自从他走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他也从未回过洛神殿 带走他的势力叫什么 既然不是洛神殿 你就还得继续寻找 不管是谁 干脆上你魔尊的女人 你必要他付出代价 男儿李洛天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对方是何人 直到对方势力特别强大 哪怕是被名仙玉的兵侠圣玉 也不敢轻易冒犯 对方说我女儿有成女帝之姿 基于我洛神殿 许多好处后 都带走了他 你先怒的思考 兵侠圣玉 可是九大仙玉顶尖族门之一 与天道地宫齐名 就连他们也不敢冒犯 那就只能是那些 饮食千百年之久的 古老宗族了 这些老家伙 全部隐匿在仙界某处 除非仙界出现灭顶之灾 否则他们一般不会出现 更不会插手其他事 但没想到却下定 嘴上李清阳 仙界广阔 想找到这古老宗族 懒怒登天 就算找到了 也未必是针对李清阳的那一家 李清阳的情况 趁着陛下想中的 还要复杂呀 既然不是洛神殿做的 你也不在白铺 毕竟李洛天 也算是你的岳父大人了 于是 你联邦露出微笑 岳 不对 洛神殿主 你女文很好 你不用担心 这态度与刚才相比 完全就是180度大转弯 李洛天感觉 你好像是来替李清阳出气的 好像不是来寻仇的 但心中冷却警惕万分 魔尊大人 话还没说出来 你便打断了他 洛神殿主 不必叫我魔尊 多声数 我本名林北 洛神殿主 就叫我林北就好了 你的温和那女洛天 更加不安 林 林北 你笑了 这就对了 这不就亲近许多了吗 虽然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李洛天还是装着胆子问出 您应该见过小女是吧 不知道小女如今怎样 身在何处 你摆了白手 她现在很好 你不用担心 至于她身在何处 我暂时不能告诉你 你并不打算告诉李洛天 关于李清阳的事情 第一是不想让她担心 第二 是怕李洛天知道太多 会引得洛神殿 遭到灭门危机 带走李清阳的神秘宗门 想要灭掉洛神殿 她必定是轻而易举 李清阳也是深知这一点 所以就算是逃走 也没想过她会洛神殿 甚至连见一面的打算都没有 李洛天还想要追问什么 你没有给她这个机会了 直接消失在原地 离开洛神殿后 你看着天空 既然不是洛神殿 想定追杀 那理由在仙界也没有用了 要找到幕后真凶 以现在的线索来说 有些困难 接下来只能等待对方 主动找上门来 敢忘了你老婆的仙骨和心脏 这件事可不冷就怎么算了 哪怕是把仙界灭了 你也一定要给老婆报仇 我等着你们 希望你们不要让我等太久